過年期間店內客人 滿滿滿翻桌再翻桌 只是等到忙完要結算 營業額時才發現 好像有少 原來13號時宜蘭這家牛排店 由一家三口點了 一千多元的餐點 不是吃霸王餐 而是電子支付惹的禍 就像這樣掃一下條碼 自己輸入金額 好了 我付完喔 為了節省時間 人力成本 很多店家都跟上腳步 改用電子支付 但有時因為忙 相信客人 沒時間及時多看幾眼 下班了要總結 才發現錢怎麼少了 然後他會給我們看 他已經付好的那個 那個月面 對 然後他就會先離開 我們也不會去確認 但也有可能 還有這種情況 除非真心想動歪腦筋 可是那個是之前 節骨的月面 假設我覺得 就是股幣有可能是這樣子 線上付款分兩種 店家直接刷條碼 像刷卡一樣 通常不可能出錯 另外一種方法 則是出示付款條碼 放桌上 讓顧客自行輸入金額 這時店家就要特別注意 會出現墨三碼跟金額 怎麼預防 還是謹慎點 可以做一個雙重檢查 用我們收到的客人的墨三碼 來跟客人合對一次 PO出截圖是希望顧客 看到發文能回來結個帳 否則年結期間辛苦那麼多天 結果因為一個網路問題 事後才發現沒結帳成功 讓店家無奈 也只能提醒自己 下回得要再次確認 TVBS新聞檢大城市區委員 身份宜蘭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